今天是我玩牧场物语的第十天了 一早上就遇到商人趴在门口说明他的营业时间和地点 因为之前玩的版本都没遇到过 所以很期待他卖的商品种类 想去杂货店买东西 一进门就发现卡莲和莎夏在吵架 原因是要去医院探病要带什么花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只要不是菊花都好 终于存够了材料 其实一直很犹豫要把什么地方扩建 最后决定先把房子扩建 想去铁匠铺拿回工具 发现塞巴拉和格雷在对话 大意应该是格雷很迷惘 我会不会像凯一样离开城镇发展 选项要选对哦 不然会没有增加好感度 原来在卡莲刚出生的时候 她的爸妈有定制红酒 今天刚好有触发到剧情 陪着卡莲去搬红酒 就可以拿到卡莲的专属礼物哦 三天终于过去了 房子也扩建完成了 看看 我已经有厨房了哦 说不定在接载里我也可以主持美食节目了呢 信箱还有一封信 是鸽兹寄来的 意思是我需要冰箱可以找它购买 它不是木工吗 今天是初二 影片就先到这边了 我们下一集再见 对了 没有鞭炮我只好自己放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